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肆虐 嚴重打擊香港零售業 逆手、賣盤、私有化等 成為老牌港資零售商的末路 在香港日立120年的先師百貨都無可幸免 先師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百貨公司之一 由華僑馬應標在1900年創立 與永安、大新和中華百貨公司並列香港四大百貨公司 當年先師開創了不少先河 包括是第一間實行不義價 即是不容許港價 以及提供收據 允許顧客更換商品的零售公司 亦都是第一間以美女售貨員作為招來的公司 演員梁順燕入行之前 亦都是先師香水部的售貨員 更加贏得香水皇后的美裕 獨特的經營手法贏得市場青來 在1917年先師上市 亦曾經擴張業務版圖至廣州和上海 在1930至40年代 先師的地位舉足輕重 開設了自家品牌並且自設廠房 在上海更加是四大百貨之首 但是百多年來 經歷過戰亂、日資百貨駐場等打擊 香港零售業大幅轉變 先師的分店先後結業 即使近年與其他零售品牌合作 仍然難以歷惯狂難 先師在近年屢次發出刑警 最近六年年年年虧損超過一億 雖然總負債一度收窄 但是公司仍然難以負擔 亦促成今次的賣盤 內房公司委六集團 以現金總代價5億 全舊先師股份 較超過4億8千萬的市值更加多 同樣是近期被提出收購建議的 有保思龍國際 市值超過4億 和先師的市值差不遠 但是收購價就差天共地 提出王子李寧家族控股的非凡中國 僅以4,662萬 收購保思龍國際三分二權益 總部撤在香港的保思龍國際 80年代開設第一間領袖店 業務短時間內擴張至新加坡 台灣 東南亞和中國內地等地 幾年間香港上市 是當時港澳地區最大的 服裝零售集團之一 前夕年代起 保思龍更加進入高速增長期 市值曾達到幾十億 Let's go 不過隨著網商崛起 生意開始下滑 在2016年起連續刑警 踏上逆手之路 時以西翼 市場上的泰育流強無可避免 香港傳統企業相繼拋售 或者反映企業早已同時代脫折 中資接手 究竟會為市場注入新活力 還是令港資特色在未來逐漸退去 甚至消失呢